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9日 今天看到川普的出来接受媒体采访发表的一些观点 非常有意思 这一两天川普变得空闲活跃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的政策 阿富汗的政策受到了舆论的批评 据民调显示 拜登的信任度 一路下滑 有很多人对拜登 关于阿富汗的政策有意见 于是川普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遥遥欲试 为明年的中期选举开始做准备了 而且川普已经承诺了 他要竞选下一届的总统 今天看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有新报道 讲到川普接受大众新闻访问 透露了一个秘密 也就是2017年 说是他和习近平一起来到海湖庄园的时候 他们之间曾经有对话 这个谈到了非常敏感的问题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这个他们两个人 在这个福尔里达州海湖庄园会面 不过有一段时间 他们两个人一边散步一边走 有一个对话 私下的对话 这个川普语带强硬的警告习近平 说你别对台湾做你们打算做的事 不要这样做 他知道就是习近平浩大喜功 就想这个武统台湾 因为习近平早就吹牛 自己要胜过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胡锦涛 那他那靠什么肾 必须做点事吧 最重要就是要把台湾拿下来 因为毛泽东建国之初的时候 曾经写诗吹了一个很大的牛皮 一将生勇吹 最穷扣不可顾名学霸王 就是意思一定要解放整个全中国 但是他打台湾没打下来 毛泽东最后只好把台湾让给了 这个蒋介石的 蒋介石这个偏语一语 在那个地方 这个一直是叫到了晚年 离世 后来蒋介石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习近平认为 他要把台湾拿下来呢 那就胜过毛泽东了 他这个脑袋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狂妄 充满着极左的幻想 所以川普很了解他的心思 就说你不要做 你们想做那事 绝对不行 这个意思告诉 如果你打台湾的话 我就和你翻脸 由于那个时候 习近平和川普的关系还不错 两个人还成为是好朋友 还成为是好朋友呢 所以他讲来说可以直白 但是又不能不委婉 就讲这个事 他的原话这样讲 他说 我知道你想要这么做 报道没有关于想做事的细节 这个报道最先发表的 是新头壳 就是台湾的媒体报道 因为台湾现在有点紧张 看到这个阿富汗的变化 网上一片议论 说是阿富汗 今日阿富汗 明日台湾 台湾遇到毛了 所以说这个台湾的媒体 都在解套 也在讲这个 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就这个意思 所以新头壳就报道这个消息了 说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首次曝光特席会 称再三警告习近平 别对台湾想做你做的事 别做你想做的事 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接受美国大众新闻采访时透露 2017年 习近平来访问海湖庄园的时候 称警告习近平 他还进一步批评美国总统拜登 不被尊重 连带美国也不被尊重 因为他看到这个阿富汗撤军 太匆忙 造成好几万人 就是拥有绿卡的 或者是美国籍的 还有一些人是帮助美国工作的 因为美国在那儿待了20年 20年很多带路党 就当地那个阿富汗本地的人 投靠这个美国了 帮美国 帮美国你美国撤的时候 你肯定在照顾这些 这些兄弟帮忙的人 把他们带走 如果你留下来以后 塔利班卷土从来 肯定要清算的 别看塔利班在新发布会上 讲的冠冕堂皇 这都是政治策略 我都是不相信 他讲新闻自由 讲要给 这个父女小孩以新的待遇 不等同以前所做的 因为他以前他们搞的一套 伊斯兰极端主义 清规戒律很多 有些事那是非常残酷的 你比如说 如果有的这个女性婚后 有这个一些行为啊 反传统的话 那就处罚的就是很残忍 这个西方是价值观不能接受的 确实不应该接受 他即使有一些事不太好的话 那也是不是太大的事 靠这个协商协调解决 你外你的先生就离婚就完了 但是他这个确实是有一些 伊斯兰的规定啊 就比较麻烦啊 我不好评价 因为我对宗教都是很 所有的宗教我都很包容 也很敬畏啊 我们不去评价他这些清规戒律 我要讲的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 拜登在执行这些政策方面 应该讲有欠缺 这个没有做好准备工作 就匆忙就撤 那你一撤呢 有一些有绿卡的都走不了了 来不了美国了 自然而然对美国很不高兴啊 就认为他们不够朋友 也就不被信任和不被尊重嘛 这个川普讲这个意思啊 或许这个事如果是在川普手里 会做的比较好一些 或许他还不如拜登 这很难讲了 因为拜登他我观察 他还是很有经验的 那么他这一次出现这个失误 这个这个比较匆忙啊 可能这个原因比较多啊 那么根据这个大众新闻的公布的影片 川普呢告诉主持人 叫汉尼提和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我曾经是好朋友 强调就算美国的高额关税 让中国不高兴能不影响两人的好友情啊 他讲到这个 说川普回忆两个人在2017年在福州海湖 专业散步的时候 他语带强硬的讲到台湾的问题 委婉的台湾问题啊 他这什么意思就是说 他在该这个硬的地方就硬 该远的地方就软了 所谓硬的地方就像原则方面 硬就关于台湾的问题 要保持现状 你想往前走 想武统台湾 他绝对美国要狠狠的反击啊 肯定要参与 绝对不会客气 这个意思 那么与此同时 另外就是关于贸易战这个问题啊 可以就是互相这个平衡平衡 我认为他是因为他这个过去是个企业家 是个商人 特别重视利益 的确是5000多亿贸易逆差 这个不正常 也就是说你都买中国在这倾销商品 美国的商品进中国就比较少 那你肯定是那不合适了 对不对 这些两个朋友是呢 人到你家里来的时候 大包小卷总带东西 你到人家空手啊 就这个意思啊 这比喻不太恰当 除非是那个 你那个朋友就是太好了 是吧 认为你就不应该拿 你这个你可拿都太生气 那说不定也有啥的呀 别很慷慨的 那是另当别人是有情问题 国和国之间肯定是利益了 呃 其实正常应该是贸易逆差 去平衡一下就行了 如果那时候习近平不误判 我认为他是误判 就他这个太自负了 又没有什么能力 认知能力差吧 就低能 呃 他认为是川普整 他是嫉妒中国的发展 实际上不是的 他说他看中国发展太快了 我们给你优惠贵国待遇啊 给你这个加入帮助你 打不了体力 你富了以后没帮我们啊 他有点川普心里不好受 就很正常的事情 那时候如果这个习与平机器团队 如果能接受我的意见 呃 就是要汪洋来做中美谈判 首席代表啊 多给美国的经济利益 那就解决了 根本不用 不用就历时一两年 最后才搞了第一决断的贸易协定啊 回到原点 还伤了感情呢 所以这都是习近平误判啊 低能狂妄造成的 这个本人认为啊 那么这个川普 但是川普有没有责任有责任 我认为那个时候 他对习近平的本质认识不足 他是想给习近平当上朋友啊 因为川普不太懂程序 外交的这些礼仪程序 他通通不懂 也给习近平 助长了习近平狂妄的野心和作风 习近平觉得确实我厉害 我就是皇帝了 所以等到拜登 等到川普回房的时候 他就在故宫里面 以皇帝 以帝王的风范来 对待川普 这下给川普热闹了 主要是热闹了川普身边的鹰派 其实习近平身边和川普身边都有鹰派和隔派 就很正常 你包括海军 海军那个里面就有很多是鹰派是隔派 以前就是这样 这个谁都知道 你像吴胜利就是鹰派 这个川普身边纳瓦罗不是一直都随鹰派吗 斗 还要做我斗 但也有一些是隔派 情况都不一样 这个习近平狂妄自大 低能判断失误造成的 我个人认为啊 所以这个他俩这个角度 我这原因都很多 讲的这话长 我今天要讲的什么呢 就是川普在这个时候 现在为什么要高调的批评拜登 他终于抓着把柄 肚子里别一口气 因为他认为这个大选 让中共背后干扰了不公平 主要是邮寄选票 疫情影响 他有气 现在终于找了一个撒气口 这篇文章讲说 据川普回忆 他们当时习近平 受到了这个川普的批评和警告 那么这个这篇文章还讲到 在大选过后 换上另一个总统以后 结果呢 大选一周 最后一周就有28机架轰炸机 飞越台湾了 他就说 他通过这个批评拜登太远弱 就不敢给这个 习近平的颜色瞧一瞧 的确是拜登比较慎重 他这个组织这个联盟是对的 你没有联盟无法对抗中共 别吹牛 因为中共它发展的太快了 而且他这个这种极左路线鼓动的 愚昧的爱国主义 和意识形态的洗脑 媒体的宣传 把这个中国的老百姓骗了 军队也骗了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 只要一开战就能把美国立刻打败 速战速决 他是完全倒着想这个问题 他不知道美军的作战经验 实在了 对不对 你和美国打仗 打仗 中共是没有任何可能胜利 最多有可能 是不是打成像当年韩战的 打个平手 那就是意外的了 我不好评价 我不懂军事 那么我认为这个消息 就发广报的这个消息 说明川普现在是遥遥于事 共和党不服气 一山不能荣二虎 拜登和川普一直在角力 这次终于找到了焦点和话题了 这篇文章讲说 该报道说 川普8月18号 向大众新闻的另一位主持人表示 他认为台湾有一些严重的问题 川普说 拜登或其领导的政府并不受到尊重 导致美国也不被他人所尊重 我认为这个事情没有这么严重 肯定是不太好 但是就恰恰说明了什么 拜登这个寄送精力 这个制裁和什么 和这个围堵中共的决心超大 大到了以后 大到一种什么程度 就算阿富汗就自己变成小事 我不管了 反正是你们自己整吧 你们愿意自己逗你在里面逗我 我反正已经20年不再养你了 现在必须撤回人力物力才能干中共 决心更大 或许正因为他这会实力丢进了面子 可能台湾这个问题 他会更坚定 来保护台湾 那么今天海外企团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